好,我們帶我們參觀鐵道館 好,我們走吧 亞媽我們現在在哪裡? 我們現在在立頭恰恰的高雄 我們今天聽說這裡有一個 很新很新很新 四月才剛開幕的一個歷史文物館 叫做建城館 我已經滿頭大汗了 喔對,你站在大太陽底下拍我 然後因為聽說裡面很多互動有高科技 所以我們很想要來參觀體驗一下 所以你是為了高科技而來的? 對啊,還有冷氣 冷氣,對很重要 我們進來這個館了 登記就可以見這個擴增實境的導覽 看看有什麼厲害的東西 媽媽,你過來看清楚 好 好 你看是什麼 你靠近它,它就會還原耶 還原成那個時候的樣子 哇 原本殘破不堪的 喔 喔 喔 我沒有還原耶 欸,你很過分耶 呵呵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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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厲害耶 因為它運用了非常多的高科技 比如說AR、VR,還有互動模型 在介紹整個左營區的歷史 但是這邊還保有了之前留下來的石牆 媽媽,你要吃必要嗎 好耶 我要馬警放在這裡 它可以拿進 呵呵呵 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哪裡 這裡 這裡 媽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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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心,不要壓到金 不要壓到金 我看到金了 喇媽這邊要走進她剛剛 親手蓋的錢 然後我可以牽給紙 欸 來 過去 其實我覺得博物館做成這樣還蠻酷的 因為現在人都很習慣用一些手機啊 要乖乖的看那些照片跟文字是很困難的 你知道我們等一下要去哪嗎? 我們要去鐵道館 那你要說Let's go Let's go! Let's go! 你們手折上面的這些圖案是從哪裡來的? 你說是你剛去紋身 這個很帶齊 這個很帶齊 這個都是當時的 對 漂貴 對 現在有很多車站 小的車站 用人工售票的時代還是有了這種漂貴 那這個木桌是最古老的 那個炸彈沒有炸完 僅存下來一個桌子 以前的火車長這樣 這邊是一個舊的鐵道館 就是舊的高雄車站 我以前念大學的時候 這邊都還是荒涼的 然後都圍起來 雅媽在高雄念大學 但是是10年前 現在就覺得 嗯 蠻適合帶小孩回來奔跑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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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有小帽子 你要穿嗎? 對啊 好 帶我們參觀鐵道館 好 我們走吧 趕著 趕著 好 安全 哇 你們這個火車是用腳踩的喔 對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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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很酷 這很像一個真的場景 好 真的車站 你看上面還是那個 好 車長在叫你 放架子 喔 對不起 車長 你有什麼 什麼吩咐嗎? 是 警察 啊 下面警察啦 你是車長啦 這個模型做的相當有水準 我跟你講小孩子來這邊 他是可以看一整天沒有問題 因為他還有講究什麼日出日落 這些全部都他們都把他呈現出來 火車有經過的車站 把他做重點化的呈現 而且還有時代的考究 我跟你講 我一定要來做這個 超可愛的 你看我是站長 這什麼 要出發囉 他會加速欸 爸爸 驚喜 耶 爸爸要帶我們去 他的家 他的家 好好玩喔 他每天開幾分 5分鐘一班喔 5分鐘一班 5分鐘一班 大家有來高雄 一定要來坐 一定要來坐 老朋友超開心的 好 今天玩了兩個很不錯的地方 建城館跟鐵道館 那今天影片呢 是要在火車上的Ending喔 掰掰 謝謝 掰掰 掰掰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按喜歡並分享 還沒有訂閱的人 很快訂閱喔 謝謝收看